哈囉大家好我是ZJ 今天呢我們來到的是 寶可夢卡牌PTCG全新一彈 授錢開合又來啦 是我們的對戰地區 我右邊這一位呢是所長 嗨我是垃圾製造手的所長 今天要來到電榻 這個大家如果有在看長期關注電榻垃圾的頻道的話 應該就會發現這個背景 應該大家蠻熟悉的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要開的呢就是這個 就是寶可夢卡牌PTCG對戰地區好不好 今天是授錢開 OK 那他會在那個3月11號禮拜五當天的時候 會進行就是全範圍的發售 大家可以去看 那今天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次會開到什麼 那這一次今天現在這個時間其實是 禮拜二三月八號 那目前我 就我所知道我看的授錢開頻道有 比方說官方的 老爹的還有天線的 那他們其實都算是開的還不錯 那這一次我最主要想要的是那個 大劍鬼 邪惡系 因為他來到這一次是那個對戰地區嘛 所以這一次有蠻多的寶可夢 都是屬於那個寶可夢傳說 阿爾宙斯遊戲裡面的一些寶可夢 那像是這一次大家所熟知的 橘色樹霄 然後還有那個火爆獸 跟大劍鬼這三隻呢 就在喜翠地區有不一樣的新型態 會收錄在這一次的那個卡片裡面好不好 那這一次我重點當然是放在邪惡系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邪惡系的牌 那我會超想要橘色樹霄 橘色樹霄是 這一次橘色樹霄是鬥系 這裡面抽得到的是那個 摔角陰人 光輝寶可夢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一下 這一次比較屬於小蛋的對戰地區 狗狗 這一次裡面的 裡面的卡呢 卡包比較少 然後 這裡面總共有六張 大家可以看到 喔 這裡面有六張 然後裡面一定會有兩張賞卡 那這一次的賞卡比較特別 等一下開到的時候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裡面這一次呢包數有比較少 就只有二十包啦好不好 不過他每一包裡面會有比較多的卡牌 這個就是我們的卡包 總共有二十包 那這一次我們一樣玩這個小小的小競賽 欸 還有遊戲喔 有遊戲啊有遊戲啊 我們就一人十包 一人十包 看一下數一下 二四六八 欸你少一包來 好那我們就 我們就直接來開 我們就直接來開 夠夠好 雖然我們也不確定裡面會抽到什麼 對 但就是看誰抽得比較好 你說我抽得比較好就要請你吃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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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麼問題 那有什麼問題 對啊那有什麼問題 你抽我直接這樣打開好了 尖角鹿 喔有個渦輪 喔 皮膚螳螂的CHR 喔 一直覺得CHR 但是做這個比較厲害 我覺得CHR真的超值得收藏 因為CHR都 我覺得他就是有一種另類的全土感 對啊 那皮膚螳螂呢 也是在這一次寶可夢傳說的宙斯裡面 有登場的新的寶可夢 他是從那個飛天堂上進化而來的 然後我記得在遊戲裡面 要使用一個叫黑騎石的東西 可以讓他進化 那他這一次就是有二五五大樹斬 這樣是硬幣 全部正面的話 將對手這樣寶可夢氣絕 喔 有點猛 有點猛 不過要全部正面 我怕也是有點小小的困難 然後 會給對手很大壓力的那種 沒錯 然後再兩顆豆 這隻寶可夢受到三四點傷害 可以打一百二十點的傷害 大概就這一隻CHR 我個人蠻喜歡這個皮膚螳螂 我覺得這隻超帥 這一張超帥 我覺得他的刀是 對很猛很猛 好 我們下一包 來 皮膚螳螂 喔這一次 這個叫做 據官方所說的 這個叫豪華鏡面傘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有沒有 有那個寶貝球啊 精靈球的那個 的那個圖案有沒有 然後還加上一個 過去大家所看過的鏡面傘的感覺 它的傘很漂亮 對有一個浮雕感 這個瘋女王啊 瘋女王 它再加上面這個不一樣 對啊沒錯沒錯 這很像進化很一樣 它是同一隻 它是同一隻 只是它不一樣的那個 好啦 那我把這個特殊的 沒問題 好 再來第二包 好 究竟會開到什麼呢 神秘蜂 可以進化 瘋女王 幽瑋玉 大奶罐 喔 河瑪獸的豪華鏡面傘 OK 這豪華鏡面傘 這一次真的是長得很漂亮 你看它這個球啊 有球在這邊 這個紋路有沒有 真的是很 大奶罐 這怕奶罐的招數會不會 大奶罐 這隻寶可夢不會燒到 寶可夢V的傷害 對喔 對這一隻 寶可夢 寶可夢 對這個賽場上很多就是 幾乎都是 都是V寶可夢 杜鵑 喔杜鵑 我跟你講 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 希望可以超到它的拳圖 好 希望可以超到它的拳圖 阿婆說 二系的話 會需要嗎 看一下喔 欸它這個不錯啊 有傷害指示物的話 可以加70 一百 對對對 不過 還有一張重點的卡 是那個 大狼犬 大狼犬 這次也不錯 我覺得 就是假如對手是V的話 就是 三個無能量直接消除 可以直接打 如果打夢的話 那會320直接棋局 很猛 這次很猛 然後這個杜鵑可以講一下 這個杜鵑可以講一下 原因在於呢 你看 硬張退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張卡呢 它的效果是說 這張卡在對手 講卡只剩三張以下的時候 可以使用 將手牌呢 放回牌庫重新 然後 自己從牌庫抽六張 對手從牌庫抽兩張 哇這個 幾乎是 逆轉神牌 逆轉神牌 這個真的滿神的 對 所以這一次 我非常想要收到它的全讀 非常想 好 卡古素魯的招式我也滿喜歡的 它這個是 撲傷的 對啊 我覺得這一次二牌 我覺得還不錯 二牌 大放異彩的感覺 水晶燈火靈 這個CHR 欸真的很好看 對啊 我覺得這一次CHR都做得很好 這個是 那個 把牌丟掉的 對啊 還不錯還不錯 火系的 繼續嗎 好 那我們繼續 嘿嘿嘿 跳中 看一下 看來好像在我這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好像有可能會是全讀人 喔 因為這個閃 我們這個最後拍 我們這個分黃邊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這個最後拍 董作節目有沒有 最後 欸 是V V耶 對感覺是某一張V 喔大 喔大見鬼 大見鬼 真的真的我超想要這張的 超想要的 對超想要的 哇 這張很棒這張很棒 因為它可以進化到後面變成VSTAR 我是想要這一組 我覺得這一組很讚 大見鬼 這也是 燈火幽靈 跟剛剛的水晶燈火靈可以做搭配 對還不錯 好 下一包 喔 我好像有一張V喔 小包是什麼 喔 前鎮魚超假狂熙 像火爆獸V 也不錯 玉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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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爆獸V 它這個 不用能量 可以直接像對手的 寶可夢 左上 好 這個很強 很強很強 對很強 一直燒別就好 沒錯 然後下面一張是 豪華晶片神的 超假狂熙 還不錯還不錯 而且它是幽靈系耶 對它是幽靈系 這一次 包摩傳說的都是裡面的玉三家 這個火爆獸啊 基歐靈系 跟 跟以往不一樣 以往就是火 火炒水 三種屬性 對啊 對 這水晶燈火靈 這個是普通版的水晶燈火靈 很普通 很普 哈哈哈 普 普到爆的普 普到爆的普 好 下一包 這個20包開起來算是相當快 相當神速 好 唉唷 我的是好像V-Star喔 真的假的 我好像是V-Star喔 來看一下 好多東西在變 希望是大劍鬼好不好 啊 橘色塑銷 不過這個是你喜歡的 我喜歡的 你喜歡的橘色塑銷 嘿 然後後面有一張大狼拳 這個 大狼拳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就是 對手上寶可夢以往有VMAX的話 就是 這隻寶可夢所需的招式能量 減少三個無能量 可是你看喔 他只要三個無能量 就可以做攻擊 意思就是說 他直接一拳 假如對手是超氣寶可夢 他可以打三百二十點的傷害 非常非常扯 非常非常扯 但他只要一接近的話 就可以做到這種效果 真的非常扯 然後再來呢 這張橘色塑銷啊 就是 一鬥二無金斗羽毛 他可以從自己的手牌 最多三張能量卡丟棄 然後 就是張速成你三十點傷害 一直就是說 可以提高到 可能九十點 九十加一百六 有沒有 兩百五十點傷害也是很高 然後 然後他的V-Star力量呢 叫星星風雲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從排庫抽卡吃到自己的手牌 抽滿八張為止 那 一樣 V-Star就是 整場對戰 你只是可以使用一次的 所以 各位來選用V-Star力量的時候 就是要稍微考慮一下 到底要哪一張 到底要哪一個效果 對 所以這個也還不錯 橘色塑銷 不錯 豆屬性 哎呦 貓頭夜鷹耶 貓頭夜鷹的那個 豪華金面閃 看起來很好看 對啊 而且我覺得 五屬性的 的那個 鏡面閃 看起來很 很有 很有質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銀色的 對因為銀色的 我覺得很酷 很有質感 很有金屬感 我覺得很帥 特別特別帥 那這個星月 哦星月 這個也是這一次包摩傳說 他都是裡面的那個 那個角色啦 是隊長 他可以只兩次硬幣 從自己的氣牌區 任意選擇 正面數量 呃 次數相同的卡 再給對手看過之後 以任意順序排列 放在自己的牌庫上方 也還不錯一張卡 就是假如說你 這一回合有其他的抽卡手段的話 可以直接使用這一張 那就可以 讓你氣牌區裡面的卡 去讓他復活好不好 直接在 直接在這一回合裡面 就可以直接抽上手 對 這張也還不錯 對 不過可惜還是支援你的卡 就是不能就比方說 你用了這一張之後 再用一張老大之類的 對 這要只兩次硬幣 這要只兩次硬幣 要中了才可以 這張 鑽角吸收 肥天螳螂 夢妖魔 貓頭野鷹 普通貓頭野鷹 哦 普通的皮膚螳螂 後面這一張是 金角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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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在喜鹊地區呢 可以進化成喜鹊地區的鬼角鹿 待會如果有抽到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他終於可以進化了 以前在玩影版的時候 就是會一直打到他 沒錯 火爆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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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ta 那看來 一套一套了 對一套一套了 好帥喔 希望 這一盒還可以再抽到什麼 大劍鬼 Vista 希望啦 而且他的 Vista 力量蠻強的 他是在說 如果對手身上有四個傷害指數的話 可以直接將他棄絕 對啊 有點像之前的那個 伊菲爾塔爾的 GX 就對手的傷害指數 就是 戰鬥寶寶角有四個傷害指數的話 也可以直接棄絕 對啊 有點像他的GX能力 噢 杜鵑 杜鵑 杜鵑的鏡面傘 對啊 有傘還是杜鵑 杜鵑很讚耶 杜鵑我覺得這一次真的是強派 我覺得真的覺得他很強 逆傳三派 可以玩可以玩可以玩 可以玩可以玩 我覺得一個牌子裡面放一張就差不多啦 因為他畢竟還是志願者 之前的印章是物品牌 對 志願者的話 對 志願者的話就比較困難一些 好 彌唇姐 沙河瑪 星月 狂擊雲 喔 蒂安熙 獨角犀牛 蒂安熙可以稍微講一下 蒂安熙呢 他的特性是 公主為賣 只要這隻寶寶在戰鬥場上呢 對手從手牌使出 自圓者自己的備戰區的 所有基礎寶可夢 不會受到其效果的影響 意思就是說 你老大沒有用 對 老大沒有用 但是 有個小小的限制 就是他說基礎寶可夢 所以假如說你是往上淨化的話 他還是被抓到走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略可惜一點點 他就是保護右手 可以慢慢養 沒錯 無邪 甜蜜 無邪 對啊 其實現在補血的牌沒有到很 所以 我覺得這樣 如果大家有在玩補血流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 霸王花 過敏性風暴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的倒數第三包 GOGO 倒數第三包 拉魯拉斯 感覺有一張V寶可夢 寶石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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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古康鯉魚 可惜這寶石海鑫 不是那個有小霞的版本 他後面有一張古康鯉魚的 豪華經驗閃 大狼拳 大狼拳 這是普通的大狼拳 大狼拳 效果是一樣 火炎帥好帥喔 火炎帥好帥喔 灼熱氣場 只要在幫忙拉長 對手上幫忙拉長 他跟他搭配 他感覺可以對耶 可以搭配 對耶 他跟火爆獸是可以搭配的 對啊 因為火爆獸的力量 是假如對手 身上有四個傷害指數 他可以直接棄絕 對啊 因為你小的 這隻可以先觸傷 然後加他 然後進化 棄取一隻 而且他是說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場上喔 他不用到戰鬥場上喔 對阿 一直就是說他只要在備戰區 就可以執行到這個特性 對啊 還不錯還不錯 我覺得 那這樣我覺得蠻有機會的 好 再來我們倒數第二包 開到什麼呢 手路草 可愛的手路草 小獅獅 馬加木 這個銀河隊的老大 在那個遊戲裡面喔 選擇自己一張手牌 將剩餘的卡牌丟棄 然後并從牌過裡面 抽出四張卡 但如果手牌只有一張的話 是沒辦法使用這張卡的好不好 這一張就是老大 有點類似老大 大家不是老大的指令 然後後面是鬼角鹿 終於抽到鬼角鹿了 剛剛有講到那個金角鹿的進化 在這一次的 遊戲裡面的新型態喔 新的型態 快走 可以使用一次 然後從這裡的牌庫抽出一張卡 後面呢 這是小山豬 火龍腰 哎喲 消除香水 啊 橘色素消 剛剛有抽到一張 V-Star的 在這邊 可以組一套了 一套耶 可以組一套了 我帶走了 最後一包了各位 最後一包了 但我們有一包還沒公布嘛 對不對 有可能是人物卡 有可能是人物卡 這個的話 喔 這個是大奶罐 然後後面是消除 喔 消除香水的 的 鏡面傘 我這一次抽了蠻多鏡面傘 不錯不錯 因為我一直覺得是三蜜蜂 很可愛 超可愛的 三隻飛在一起 我在遊戲裡面怎麼會抓 超可愛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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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飛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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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喜多朗恩 光蕙喜多朗恩 略可惜 略可惜 不過可以啦 大家注意一下這次的光蕙寶可夢 他是有規則的寶可夢 一個牌組才能放一張 沒錯 光蕙寶可夢一個牌組才能放一張的喔 這一盒 也許就是這一盒最好的嗎 也可能嗎 來 我們一張一張來 野蠻如魚 燈火幽靈 走路草 風女王 最後一張嗎 是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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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會這樣子耶 好 每次送 欸 這邊的耳朵會收到 對 就是圈圖的 哇 他跟我們講妖精 喔 my g 快上套吧 喔 my g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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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誇張了 我手在抖 抖 抖 真的在抖 哇 哇 比賽的時候 你可以在抖 比賽的時候 感覺可以用 全圖的 普通的 然後還有鏡面 豪華鏡面閃的 杜鵑 好不好 三個版本一次滿足啊 太誇張了 原本我說就是 呃 我希望就是這個版本啊 這一次想抽到大劍鬼 什麼的 原本 原本以為就是 就是這個願望應該是 你知道 就是就夠了 我是個知足的人 結果沒想到 直接來一個 結果我面心 一直都很想抽到全圖 我 我居然抽到 我們居然抽到這個耶 杜鵑耶 太誇張了吧 對啊 哇 再說我看一下 哇 真的是超誇張的耶 真的超誇張的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抽的算很好 我覺得算很好 因為 沒有歪 除了光會寶可夢 比較略可惜一點 假如這盒光會寶可夢 是什麼那個 吹小音的的話 我跟你講這盒是無敵盒 無敵盒 真的是無敵盒 滿足了滿足了 好不好 哇 這一次特別感謝那個 電探 蠟基 所長這邊 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 壽全開 來讓我拍片這樣 特別感謝 特別感謝 對然後呢 這一次啊 這個對戰地區 對戰地區 這一次這個很棒 很棒 大家剛剛有看到 畫面上這個很香的杜鵝吧 很香 香到爆對不對 這一次在3月11號呢 對戰地區 對戰地區 即將在全台 無論是卡牌天或是超商 你都可以買得到 好啦 那今天特別感謝所長 也感謝這個 好可控的官方 提供這麼棒的一個產品給大家 還提供這麼棒的杜鵝 現在眼裡只有杜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太棒了太棒了 好那今天影片呢 都會結束啦 如果喜歡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Lyoutube頻道 也不用忘記點選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 粉絲按讚 也不用忘記追蹤我來繼續 當然也不用忘記到 垃圾製造所的YTFBIG 去按讚追蹤訂閱開小鈴鐺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